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我们来看喔 暑假期间呢我们还剩下半个多月的时间 那不晓得大家今年暑假看的电影多 我觉得奥运占缺我们太多时间了 奥运有占缺一点焦点点树 最近有没有发现 不管是串流上的一些影片啊 影集电影的观看数跟电影院实际的来客数都有减少 串流的PV要串流他们算 那电影院呢刚好是这一两 这两这一个礼拜比较弱一点 因为前一个礼拜有十四 前两个礼拜有十四金刚蓝嘛 所以那个票房的累积的人口数已经拉上来 刚好是一个这一段 比较没有特别强的片去拱上来 不然你看前面还有Inside Out 2啊 Inside Out 2已经做到五亿了耶 五亿了 今年第一部五亿了 太厉害了 今年年度冠军 应该就会是脑筋几双万二了 那他会是史上 我都搞不清楚史上最卖座电影 最卖座电影是那个应该算是 等一下 这样一讲 应该是阿凡达啦 大概多 26 27 他是整个Global 26 27亿美金 你刚说的Inside Out 2的五亿是全球吗 没有没有台湾 光是台湾喔 他Global应该到13亿了 不过那阿凡达那个数字还是蛮难超越的 非常难超越 因为后来跟他最接近是那个 复仇者联盟的终局之战 他们两个很接近 票数很接近 那阿凡达真的蛮厉害 因为复仇者联盟的终局之战 不管怎么讲他都是一个 你会觉得是一个系列的最后一集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那样子 阿凡达是石破天津的3D特效 真的是石破天津 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一样喔 西关节在家看串流 或是去静电影院看这个强挡芯片 都有跟大家介绍 你要先从串流开始讲吗 好先从串流 因为上次本来要聊那个唐朝鬼事录啦 但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所以只好先放行啦 因为这一出真的是口碑播出之后 这一路往上爬 这一出其实他的第一季 应该是2022年那时候在中国热播的时候 就获得很好的口碑 因为他并不是以那个超强的卡斯为著名喔 但是他就是把唐朝的时代背景加上一些神怪 一些灵异啊 加上一些 当时因为唐朝正直 从水朝接到唐朝 所以这个故事的时空背景里面 有融入的蛮多还在想要试图反用 恢复到水朝时期的一些政治势力 再加上可能对唐朝的不满 所以人心不国喔 其实最恐怖的都永远不是鬼 永远都是人喔 所以在唐朝鬼事录这个第一季到第二季 他有接续这个命题 那第二季其实口碑又更好 他们好到就是他们大概才播一半不到 因为口碑太好了 就立刻确定要做第三季了 对他主要讲就是从 大家都知道唐朝有一个通天神探敌人节嘛 那故事里面敌人节后面的徒子徒孙里面 其中有一位就叫做苏无明 苏无明就是有点像他的敌传弟子一样喔 然后他在敌量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这个剧很推荐给大家看的原因就是 你可以看到原来唐朝在古代的时候 他们是这样验尸的 然后他们是这样从这些线索里面去找到蛛丝马迹 然后在另外一边在我们如果看直播间的朋友们 在画面的右边呢 有一个拿着一把剑的这个比较帅的 叫做卢林峰 卢林峰他是后来也被苏无明认定 他非常具有推理的精神 而且这个人刚二非常刚二不止 诶是这样念吗 不是 但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 就很正直的意思啦 哦好 OK就很正直 那你就讲很正直就好了 很正直 刚正不二吧 刚正不二啦 你是要讲这吗 对对对对 刚二不止 我就这么念完就觉得好笑 好继续 对那总之是你看到这两个 双男主角在办案过程里面的一搭一唱 一个是精通天文历史 一个是精通武术高强 然后又非常的正直 在这个办案过程里面 他们一路闯关 那每一第二季就是 每一半一个案大概六到七集左右 嗯 是相当 对刚正不阿 嗯 我总念刚正不止 陶德你可以麻烦把阿这个字写出来吗 你写注意 刚正不止 不止去哪里了 刚正不阿 只是不晓得是哪一个阿是不是 写注意 就是阿 只是阿要念阿 好有人说已经追完了 是真的吗 好看的 到底他几集啊 他一季有四十几 但我跟你讲你不会觉得有那么长 因为他就是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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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在追每一段的过程里面 你会觉得哇这节奏还蛮快 而且他每一季 有些段落会出现一些神怪的生物 哦 就比如说在第二季有个通天锡 一个很巨大的犀牛 他有加上一些神怪的东西 他让故事没有那么单调 好 我要说那个 太早来 有时候脑筋还没打开 刚正不止 没错啦 但是大家都跟你说没关系 因为他们都知道你要讲什么 好 我要说的是这个2022是第一季 所以他到底是里面是在讲 抓鬼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他就是纯粹 判案吗 对各地的一些办案 他这一季就是随着奴陵峰跟苏敏 他们都被都被下扁 然后他们都扁到往西 他们要去一个地方去认职 他在往西一路往西洗人过的 你就把他当成是西游记 加那个山海关 好 加福尔摩斯 我再问 没有看第一季可以看第一季 可以因为我就是 哦那好 因为我懒得回去追第一季 我就是 你知道这种40集的齁 你都可以把它当作年剧来看 我的去有风的地方还没看完 但我跟你讲 你看会很快 因为它 它是一个蛋一个蛋接接接接接接 所以你会觉得节奏是快的 我知道啊 那就没那么多时间 可是我就喜欢那种 慢慢看也无仿的那种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觉得啊 他是单元嘛 对不对 他就是六集为一个单元 哦那有点麻烦 那我可能还是会 如果假设这么好看 你会可能停不下来 对 那不要 那我先看别 我先把我愿意下去 那我要来节目介绍的时候 看一看觉得好难看 我赶快停下来 不是 我是说 我是说可以让你很peaceful 那种 就看一看哇 就没事也停下来去去忙个事情 忙个两个礼拜再回来看 也不会觉得难受的那种 我现在 我现在比较喜欢 没有 认识相亲我是一下就追完了 因为我觉得太有笑了 好 那所以这个是唐朝鬼是鹿之西行 第二季是爱奇艺 那习冠杰说 他的第二季哦 非常的精彩 没有看第一季也没关系 那现在看起来 在微博拿到8.9的高分 比第一季的7.9分数更高 就是今年古中录剧大黑马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Netflix 对 地面诗 这个这个剧名呢 其实 因为我也是我的同温层们 他们看完之后 就是压倒性的在推荐 当然有些人不喜欢啊 因为地面诗这个名字 确实是对台湾的观众来说 是比较不熟悉的 他讲的就是透过土地去诈骗 这个庭文件超市的 刚刚佳琴来讲 因为其实日本在执行土地诈骗 这个事情喔 其实他并不太常见 因为大家知道 日本有经历过很长的一段泡沫经济 他在日本在泡沫经济 那一段前半段 就9年代前 80年代那一段 他有这样的职业大量的兴盛 因为当时的景气好 所以当时对不动产的教育 当时的日本也都 其实很像现在台湾 就觉得说 哎呀这个房间只会越来越贵 然后大家都抢着去买房子 所以在80年代那个时期 地院师这样子的去透过土地诈骗 而牟利的案子 其实还蛮多的 但是因为后来 你也知道日本经历了一个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日本也是因为这一次 之前要办东京奥运会的关系 所以东京的一些闲置土地 跟一些比较老旧的大楼 也重新面临到这个议题 就开始有人想要去标案子来买卖 所以这个案子在2017年的时候 他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新闻事件来的 2017年就是有这样子一个诈骗事件 当时诈骗集团得手50多亿日元 然后这笔钱到最后到现在 还没有办法被追回 所以这个案子 就根据这样的一个灵感去发想 他写了两段故事 一段是去骗一个金额比较小的 大概快要10亿日币左右的案子 然后第二期就是这个整个故事重点 他如何去匡骗大的土地开发商 完成一笔100亿日元的交易 应该是100亿吧 如果有看的人应该知道 上面有写 100亿日元 对其实是一个 他这边是写55 这个真实事件是55亿日元 真实的事件 这是真实事件是55亿 然后但他当然是有经过改编 所以在这个改编的故事里面 可能有就是都不太一样 对而且看起来精彩 因为他改 因为他只有七级 这个就是最适合你 等一下我先问你 那当然这个地方 我看到 他不设够我要看我先跟你讲 这里面我看到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 刚刚西万叶讲的地面诗 大家听到什么诗 什么诗 可能都会觉得 他是不是一种职业 或是一种有一季之长的 他就是专业的诈骗集团 这一群人叫地面诗 所以并不是什么一个职业 你要说他是职业的诗 是不好的职业 是不好的职业 就诈骗集团一样 然后第二个是 现在在这张海报的左二 他是风川月司 我的妈啊 这这这这这 风川月司是饰演这个诈骗集团 不是 手脑 他现在是因为戴着眼镜我不知道 可是穿下眼镜 他长得跟以前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 真的吗 我这样看不出是风川月司 大家还记得风川月司吗 因为我很久没有看 跟我说爱我啦情书啦 因为很久没有看日剧喔 日片喔 所以有点 看一下看一下 不过风川月司 确实也是我们少女 时代非常喜欢的一位偶像 他在里面很很非常的狠喔 真的喔 然后真正的男主角 应该算是林野刚 对林野刚 他在里面的 他有点像是在故事里面 接风川月司的徒弟的感觉 好 他主要就是负责去控 控整在诈骗的过程 所以其实很多人 虽然现在韩剧当道 不过还是很多人都喜欢看日剧 日剧的好处就是他比较 没那么长 韩剧大概也都要有十六 十六集左右吧 看制作 看制作 韩剧现在也蛮流行八集的 就七到八集的案子 其实还蛮多的 好 那我们今天介绍两部串流呢 一部是爱奇艺的 唐朝鬼是录制西行 这录剧 那Netflix 这是日剧 地面十大都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进到电影院 首先呢 有来看到的这几部 有两部都是已经上映了 已经上映了 对 来看一下812号上映的 《绝地逃生》 对这个我们刚才讲韩剧 韩剧 那韩片这个片呢 我相信李立勋 应该也算是大家在看韩国作品 蛮熟悉的一个面孔 从信号到模范计程车 模范计程车司机 模范计程车 模范计程车 对 这几个案子都可以看到李立勋 很帅的演技 这片讲的是在北韩里面的 这两个人呢 一个李立勋 他想要从北韩逃出来 那在负责追捕他的就是聚交换 聚交换其实是一个蛮能够演一些谐心 配角 然后一些绿叶的角色 但是在这个作品里面呢 他担任这个北韩的一个高层的军官 他猎杀李立勋的过程里面 非常的残酷 但是呢 故事也交代说 其实他们从小就认识了 而且聚交换的家庭因为非常好 所以他一直把李立勋 当成自己的亲弟弟一样在看待 所以在猎杀追捕的过程里面 你好像也能够看出 他对这一个要逃兵的北韩阿兵哥 他也有一点捨不得他真的要把他杀死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 颇有人性论探的两面的写照 因为这个作品 绝地同在韩国卖的蛮好的 他的经典韩国应该是前 前三喔 前三喔 前两名我也来介绍过啊 第一名到现在是破幕 一千多万的冠言词 第二名就是犯罪都市 四也是破一千万 第三名就他了 破幕到底上了串流没 还没对不对 还没啦 有的话我一定会收到通知 他就是第三的 韩国本土今年的制作的 官员是第三名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好绝地桃轩呢 那当然就看李帝勋跟聚教患 两个人 李帝勋真的很像潘伟博生 对 那我要讲的是李帝勋喔 他身高一百七十七公分 可是在这一部电影里面 为了要饰演死命逃跑的这个角色 特地减重 当时他减重是五十八到六十 一百七十七公分 五十八到六十 那真的是一种 骨瘦如柴的状况 所以他有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是严格控管饮食 那大家也知道就是 他们韩国在拍电影喔 午餐晚餐时间都有餐车 对不对 然后有很多 拍电影都有 他说他都无视 在午餐晚餐都无视现场 餐车这点是让他觉得最痛苦 最心痛 最辛苦的事情 其实演艺圈好几个男生 就是这个体态的 你说一百七十七公分 一百八然后六十的 好几个 那真的很瘦 宰的就是啊 宰的就是一百八六十 宰的就是瘦啊 宰的很瘦啊 好几个啊 李帝勋不晓得 可是他这里面说 他里面有一幕是挑战一丝不挂 那不晓得 很想看一下 他这样的身材 肌肉还在吗 肌肉在 肌肉在 好你为了他这样可以看一下 没有我没有 我没有特别喜欢他 我只是在想 所以我们就在 为什么我们在讲这个 你想想看哦 那个 林玉婷一百七十五公分 五十七公斤 你想很瘦 那真的很瘦 他的体脂肪只有百分之六耶 女生耶 女生都比男生要高四左右 一般来说 对 六趴 你现在体脂肪几趴 我问了一个不礼貌的问题 不会不会不会 其实我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好我们下一部 来 8月9号 这个是上礼拜刚上映的一部 算是商业片啊 就是 边缘禁地 边缘禁地 刚刚那一部才94分钟 很短 很精简 这边也没有到很长 100分钟 这是那个凯特布兰奇跟凯文哈特 所主演的一部 我就把它姑且定义是 另外一个版本的星际异工队 加二林古堡 加寻宝猎人 寻宝魔人的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他是根据电玩改编而来的 你也知道其实这个就是要有一种 在闯关的过程里面 一关接一关 那看着凯特布兰奇 他原本他就是一个类似像赏金猎人 他介绍的一个任务 然后就是要去把一个 类似那种大公司的老板的女儿 要救出来 那大公司老板的女儿就是那个 我们在直播间看海报里面 有兔子耳朵的这一位 那在救营救女儿的过程里面 才发现这个父亲居然是不安好心 那也跟他们要前往的这个星球 有大量的宝藏是有关系的 所以一方面呢 要看他们如何找到宝藏 然后还能够拯救这个女儿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 你知道喜欢看商业片 叮叮叮叮 你觉得说 这个好像小朋友可以看 小朋友可以看 因为他就是一个 比较合家观赏型的动作喜剧 凯特布兰奇真的演了很多 很有趣的电影 我觉得他的角色 他当时说 因为当时是在 在那个COVID-19的阶段 然后他也想要去演一些 比较跳动的作品 所以这个片蛮有趣的是 他其实在准备这个角色的时候 他的后面一个案子判是塔尔 就是那个指挥家 所以一方面要演一种很 ㄎㄧㄤ的动作喜剧 一方面要演一个就是 你知道奥斯卡等级的 这种演技教科书的作品 所以对于喜欢 凯特布兰奇的朋友们来说 看这个片应该会觉得 哇你也能够理解凯特布兰奇 他觉得在疫情期间这么的闷智 然后有一个很ㄎㄧㄤ的 一个动作喜剧的剧本来找上他 他也觉得二话不说 我来来演看看 反正整个片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特效片在演的嘛 这部蛮多大明星的喔 这都是 杰克布兰克在故事里面是配音 他配一个机器人 喔真的喔他都有配音喔 机器人 在海报里面好像没看到 对 在下面在下面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 Jimmy Lee Curtis 就是演的 妈的多重宇宙里面 他本来以前是动作明星啊 是在妈的多重宇宙里面的 也是这样 鬼惊悚片出来啦 因为当时 最早是惊悚片 当时就是演那个月光光 行黄黄嘛 就是Halloween 那个万圣节的故事 我不喜欢看那种 但我看他的 我都觉得他是动作耶 他的动作打斗 在我们分类 分在那个 惊悚片 跟虐杀片 虐杀片 虐杀片 边缘境地 这是 8月9号就已经上映 非常热闹 上一半 对 热门的 游戏所改编的 应该是在视觉饗宴上 是蛮能够 看特效的 让大家觉得满足 最近我也都一直在 那个公车的广告上面 看到他 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这个片 第三部 角头 大桥头 你有五分多钟的 四分钟 这片真的是蛮好看的 好 角头从2015年的第一集 当时是黄红生跟王阳敏的对诈 然后 我老实说 因为当时第一集的成功 所以呢 但是 因为第一集里面有些角色 在第一集就阵亡了 就拜拜掉了 所以他们从续集呢 就一路往着这个角头 宇宙的故事的时间走 一路往前拍 一路往回拍 拍上去 比如说角头的第二集 王者在领 其实是前传 然后 因为很成功 所以接下来呢 他们又要拍 在角头里面北馆的这个五虎将 就是张再兴 正能硕 然后黄尚和 以及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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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今天脑筋急转弯 反正有五个 讲的是 当时的这个 北馆的五虎将 他们的一段爱情故事 当时隆溜连的 全台湾的票房 好像也有1亿6左右 其实蛮好的 那这一集呢 这个角头大桥头 是回到整个故事最前面 等于是倒序法 他一路就是 有点像前传 一路就前传 然后再前传 再前传 一路往前推 所以 还可以看到 在角头里面的 所有的地方派系的家族模样 那这一集角头的大桥头的一个 英文片名 叫做 有其父必有其子 或者是 like a father like a son 对不对 他讲的是 王阳明跟他的父亲 那一段的家族经营生意的理念之争 然后在这一次里面 我跟你讲喔 王阳明在里面喔 演那种 演得超好的 嗯 我不知道那个直播间有多少朋友听得懂 我们讲台语讲 听不懂 听不懂 就是那种 不正儿子 喔 在里面他们讲 叫天公儿子 就是这真的是 事情大堆了 天公不一定保得住 那他就讲他们怎么样去 去做不好的事情 这部没有王阳明啊 有啦 是我们海报没有放到王阳明 因为你现在看到是北馆这一派的势力的 喔 还有另外一派 他一共有好几派 应该有四五派左右 喔 OK OK 好 这个作品就是角头系列里面的复仇者联盟 我跟你讲 因为这片里面所有的老中青三代演员喔 这些资深的大哥们 喔 演技真的是很赞的 嗯 那那这样看起来 这个是得要前面有看过才会 其实 因为他一直在往前推 所以其实变成你咚咚咚也看也可以看 可是你就不懂他们之间的那个 没有他等于是回到最前面啊 他回到最前面 没有就感受应该会比较 比较没有深啊 你有一路前面都有看的 你感受会比较深 可是你全部都没有看的人 你等于再看一个新的作品 嗯 他就在介绍这整个在 他其实他的一个 呃视力范围基本上是以台北县市 嗯 他其实是有所本的 对 他有画出那个区域出版 然后这区域里面有各自带头的家族大哥 嗯 家族的大佬们 嗯 平常 互相切磋感情 打麻将 我跟你讲 这一片呢就是文系舞派 打麻将呢 在那种打麻将术语里面也有很多 针锋相对 暗藏玄机 嗯 因为我不懂打麻将 我不懂打麻将的人 我都懂他在想什么意思 哦 所以你会打麻将吗 会啊 那你那你应该会比我更懂啊 打麻将我们家 我都幼稚园就在牌桌上 爸爸就抱着我在那里训练我打麻将 哇 麻将真的是国粹啊 国粹啊 学一下学一下 对所以麻将的一个学问 其实这部片第一场戏就拍出来 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像那种美国电影里面如果有那种什么 唐人街里面的黑帮 也要打麻将啊 打麻将这个事情 谁都可以打 打麻将的这个牌桌 你这四个 就是一个耳于我诈 耳于我诈 对不对 你有很多戏可以写进去 要不然我问你啊 你在一个这么小的空间里面 你要怎么去勾勒这四个人的性格 你打麻将就可以勾得出来啊 打扑克牌也可以勾得出来 然后说哈那个也可以勾得出来 没错没错 你才有动作感啊 你才能够拍得出来 不过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文系拍得很有感觉 那种动作 你来我往过招感觉也是很不容易 好 所以这个是角头 这边是本周上映 本周上映 8月16号西关节强推 强推 角头大桥头 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今天介绍的 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爽片 就去看边缘境地 对不对 绝地逃生也一定要看一下 好 好那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期啊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就爱点你 UF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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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